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人力资源部涉嫌在外劳配额案中收取贿赂 遭到反贪会调查的案件是持续延烧 而且那把火似乎快烧到了部长西华古马身上 那到今天甚至传出西华古马所属政党的领袖也被传召陆共 但很快行动脑秘书长陆兆福和总裁正方桂伦就出来否认他们已经被传召 那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引述消息报道说 反贪会正在扩大调查范围 向赛城某一所公寓的管理人员索取闭录电视的录影 并要求最迟在今天之内交出三辆轿车的线索 反贪会消息人士就透露 那这三辆轿车当中呢 有两辆分别是银色的马赛蒂还有红色的三菱轿车呢 都是登记在人资部长西华古马的名下 至于另外一辆宝藤轿车暂时还找不到车主的名字 这上个星期西华古马不断被爆 他已经到反贪会录贡 然后就连住家跟办公室范围也被搜查之后呢 自由今日大马今天再引述消息指 反贪会并没有停止行动 那两天前他们又传召了西华古马问话 试图套出更多有关外劳配额案的细节 报道还说调查官正在集中火力调查汇款资金的流向 那不过针对这一连串的传言 西华古马的官员全都否认了 今晚案件查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无论是反贪会还是人资部都没有对外多做声明 但是马来报章前锋报的消息却揭露 反贪会准备要传召更多的新政人 包括一名政党的财政去协助调查 而这些口供可能涉及好几名的部门官员 承包商公司还有部门旗下的机构 那由于西华古马所属的政党是行动党 那自然就让媒体联想到 火箭的党财政方桂伦 是不是反贪会接下来的目标呢 那他本人被询问的时候 已经否认自己曾经被反贪会传召 至于党秘书长陆兆福受访的时候也表明 他并没有被卷入其中拒绝对号入座 人资部外劳配额贿赂案最新进展 传出关键证人是某位管理财政的政党领袖之后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今天出席活动时 也免不了面对媒体的追问 但他只是简短的回应 并强调自己并不知情 这时有的记者不死心继续追问 声称这些报道是和人力资源部长 西华古马的案件有关的 陆兆福还是语气坚定 再三重复了同样的答案 而针对坊间流传的各种揣测 新海峡时报也引述消息说 反贪会主席阿湛巴基呼吁各界 给执法机构更多的时间完成调查 并透露两名涉案的人资部官员 目前已经被释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